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字比起三个月前的字就会有很明显的进步 比如你以前不会弹两只老虎 你上了两个月的音乐课 你就会弹了 你们学佛法 却不像学其他学问进步这么明显 对此 你不会产生怀疑吗 你不会怀疑我教错 或是你学错吗 你在学什么 为什么学了十年 三十年 人家看你还是一样的 学一个技术 听说三年六个月就能出师 你们学佛法 已经不止这么久了 甚至有的人 学了三十六年 还没有出师 有同学说 你常常叫我们要移 我怎么都移不起来 你不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你怀疑的吗 像学这么久没有进步 你不怀疑吗 你可能会讲一句话 末法的众生都一样 反正这一辈子怎么学也没有办法 诸佛菩萨都是多声累劫 这个观念对你有意义吗 这叫做正知正见吗 这是哪一尊佛 哪一个菩萨 哪一个祖师讲的 没有 偏偏很多学佛圈子里 就有这样的话 你也不去探讨为什么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你根本就没有练习 你说师父有啊 我每天都在练习 我每天都诵经 譬如 你每天诵金刚经 你就以为你在练习 金刚经怎么练习 金刚经约 不注色 不注生香 为处法不失 你有这样练习吗 应该没有 你每天念这句话 却没有依此练习 因此 连他的内涵 你都不了解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不可以说 师父 我每天练习射箭 我射了三年之后 连弓都拿不起来 我一定会拿弓 会握箭 而且我每天练八个小时 三年之后 我虽然没有变成神箭手 但是我已经可以射箭了 你学佛法 能像射箭这么清楚吗 若是没有 那你怎么练习 你学这么久 没有进步 是因为第一 你没有练习 却误会自己在练习 这就是天大的误会 第二 你没有误 你不明白那个道理 学佛 你要进步最快的方式 就是每天忏悔 我所讲的忏悔 其实就是检讨 这是当下最实际 最实用的东西 它不属于宗教信仰 忏悔 即每天检讨自己 检讨自己学佛 是否受益 比如 我每天早晨四点钟 都去打太极拳 打了好几年之后 我应该检讨一下 看我是否能够受益 还是太极拳 仅仅让我每天早上起床 会让我认识更多的朋友 这是打太极拳的目的吗 好像不是如此 如果你打太极拳 越打身体越差 精神越差 那你在打什么呢 同理 你学佛 越学越烦恼 越学业障 挂爱 内疚越来越多 越学束缚越重 越学朋友越少 越学越没有人缘 跟别人谈不上话 内心越来越孤独 越来越寂寞 最后讲一句话 高处不生寒 你走入象牙塔了 你都不知道 没有一个人会每天在你身边叫你检讨的 纵使有 你也听不下去 你反而会说 你是我的仗道姻缘 那个人应该是你自己 你应当自我探讨 学任何东西 假设他没有用 我就劝你不要学 我常这样劝很多人 学能让你受益的 不要学对你没有用的 你应该自己衡量 学了佛法 问自己 第一 我的烦恼是否减少了 第二 我的情绪是否越来越稳定 第三 我的看法 想法 观念 是否越来越开朗 四 我的精神状态又是如何呢 即 每天我的心 有没有过得很轻松 愉快呢 五 我的忧悲苦恼 七情六欲 包括爱恨 有没有渐渐淡薄呢 你若能如此检讨 三个月后 别人看到你 就不太一样 这样学 你才会得力 因为你让自己的烦恼 痛苦 挂爱减少了 你当下就受益 这叫做自受益 你不要无法自受益 却一天到晚 只想他受益 总想劝人家 教人家 叫人家修 文后思维 学佛法 你是如何练习的呢 心平 何老耻戒 行职 何用修禅 感恩六组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大观师父教诲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